我們請各位先來看一下我們研習前的這個小測驗第一題 那你看一下這邊 因為各位不管是手機相機拍照現在解析度有沒有都很高 現在動不動都千萬以上 很高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值是怎麼算出來的 是相片的長層寬 還是可以列印大小還是檔案大小 還是可以傳送次數 你選完之後呢你就按上面有個提交有沒有 送出就好了 這樣了解 現在大家回答差不多你可以按一下這個進度 進度按一下 這個大部分大家都回答完了 你看俊傑伯任100 那這個訪客啊你也可以修改一下 你可以修改一下就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可以編輯個人資訊 你要用真名用小名用匿名都可以 好那這個我跟你講不是他們過關喔 他只是有送出答案而已 真正要看他答什麼內容 請來上面這裡按一下這個地方有沒有 按一下 好哇不錯啦你們班蠻不錯的啊 大部分都答對了 但是有人回答這個的 不能再往下捲下去喔 會看到是誰喔 所以我們就這樣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還不錯啊 長層寬 所以各位你應該知道 我們今天如果要做網頁上的內容 請問要不要很大解析度 沒有沒有沒有 欸你都已經知道長層寬了 那我問你我們現在的解析度是多少 你們的是1920x1080 請問這樣是幾百萬像素 蛤你把這個東西叫出來啊 小蒜盤啊 小蒜盤你都會 好久沒用小蒜盤了 欸沒有欸 哪一個是哪一個 右邊 右邊 右邊沒有嗎 好像沒有看到耶 哇 沒有小蒜盤喔 哈哈哈哈 欸 在哪裡 往下 你用打下 我的打不出來 往下往下 在下面 在這邊嗎 小蒜盤 小蒜盤好 我本來想問Google就好了 哈哈 Google我可以用加 用成啊 1920x1080 請問 你要在我們現在螢幕上 解析度多少就夠了 兩百萬是不是就夠了 那不是兩百萬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螢幕上 會做的 解析度都不用太高 包括什麼 網頁 影片 影片是有在螢幕上的 對不對 所以解析度真的不用太高 因為他不是要拿印刷 所以那個解析度低 比較沒有關係 當然你低太多 還是會馬賽克嘛 還是馬賽克 可是至少就是說 不用像一般的 欸你要什麼 要到千萬以上 這個是不需要的 好 這樣就OK了 那 跟這個有關係 我們再看一下 在這邊 欸剛剛你看一下進度有沒有 有些人已經看了後面的 我志祥很認真嘛 已經先看了那個啾啾弦的怕 有沒有 JPG 哈哈哈哈 欸 JPG齁 JPG 那為什麼要稍微看一下這些 因為今天你要處理影像的部分 你要認識一下 共通的這些所謂的影像格式 共通的這些影像格式 我們網頁上共通的影像格式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三個 JPG JPG GIP 跟PNG 那我問一下 你們平常最常用的是哪一個 JPG JPG 對不對 因為平常照相機 手機拍下來就是那個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JPG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格式 因為它是屬於破壞性的壓縮 如果你想了解為什麼 你就叫啾啾血講給你聽就好 哈哈 啾啾血是台中人 科普類的YouTuber比較少 嘿嘿 我也是YouTuber 哈哈 我也會賺到錢 但是沒有它那麼多 哈哈 不過那不是重點 就是說 因為科普類的YouTuber真的比較少 那個要真的要比較用心 你要去找資料 好 那JPG本身是會動的 也可以不動的 好 JPG我們剛剛講的 它的好處是它檔案比較小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生活 因為那麼多JPG的格式 就是因為它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你只要壓縮一次 它檔案就變小 檔案就變小 那你是回不去的 不像我們剛剛解壓縮 檔案是可以回去的 好它壓縮完 就真的破壞掉了 所以平常反而不鼓勵各位 常用這個格式去存 那麼它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像這種照片式的 JPG處理起來比較好 可是色塊式的 比如說你看像我們Logo 像這樣子文字的內容 你用JPG處理 就不見得是最好 就不見得是最好 那 JPG這個時候 它就比較派上用場 比較派上用場 那JPG呢除了可以靜態的 也可以動態的 比如像各位 平常你現在看到LINE FB有沒有 也都可以支援JPG的 有JPG的圖檔 那早期的話其實它並不行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巨幅其實是最早在網頁上會動的圖片 可是因為Flash起來之後 它就 沒落了 但是它現在會回來 也因為Flash不行了 它就回來了 因為大家還是覺得 要可會動的東西 因為其他的圖片都不會動 JPG不會動 PNG也不會動 你現在看到會動的 除了SVG那種Flash以前已經沒有了 我們就只要用程式的方式跟SVG 所以就變成說會動的 大家還是喜歡 那但是GIF呢 有個小缺點 它最少是兩個顏色 最多256種顏色而已 JPG是全彩的 也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1677萬色 全彩的 那GIF的顏色有沒有少很多 所以GIF本身的話呢 它的優點就是 它對於這種色塊會比較OK 好 然後呢 對於照片的就比較差 照片包括什麼 像漸層 像我們的彩虹 應該不會 從小到大 只會算那7個數字吧 1234567 紅層黃綠藍電子 彩虹就只有這7個嗎 不可能對不對 你看那個 我們這邊應該有機會看到彩虹嘛 所以它顏色很豐富 所以你用GIF 效果就差 那這個啾啾血有講 所以你也可以去停一停就好 好 那我們要講的比較重要的 其實現在的網頁的新的格式 我會建議各位要用下面這兩個 PNG跟SVG PNG跟SVG 因為PNG 它原本就是為了網頁而來 Portable可惜式的Network Graphics 所以你就知道它會網頁而來 它原本是希望就能夠取代JPEG跟GIF 可是它有一個 我剛剛講做不到 它就是什麼 沒有辦法做動畫 沒有辦法做動畫 第二個 它 有它的優點 它 我們剛剛講的 JPEG處理色塊 它比較不行 它處理漸層它很漂亮 但是呢 GIF剛好顛倒 漸層它不行 色塊它很厲害 那麼這個部分 PNG 兩個都可以處理得很好 這是它的優點 第二個 它不是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 它相對來講 不像JPEG這樣 欸我一直 一直存的這個格式 圖片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那 再來 最重要的 也是我們為什麼 一直要用它的 因為PNG 可以帶透明度 這個透明度呢 不像GIF GIF也可以帶透明度喔 但是 GIF本身 只能帶一個顏色的透明 所以如果你曾經 用過Office裡面 那個D管色為透明 有沒有 D管直接點一個顏色 你會發現旁邊 會有白白的點 因為那個都不是 你點的那個顏色的 就是它接近那個顏色的 那我們的PNG 它可以透明 可以多少 8位元的透明 也就是256色的透明 所以呢 你今天你從 完全透明到不透明 甚至陰影 它都可以處理得好 這是它的優點 也是為什麼網頁上 現在會有很多人用它的原因 所以 現在其實你會發現 慢慢的 越來越多的是 以這個格式為主 那 當然相反的 SVG 就是為了 取代Flash而來 因為網路上的向量格式 現在就是標準的SVG 所以呢 這幾種格式 各位 你用瀏覽器都可以看 不用像以前Flash 我還要安裝一個 叫Flash Player 對不對 它還需要一個播放程式 這樣子 我們預防針 已經先打好了 對啊 因為我們要講影像處理啊 所以影像格式 就是這些東西 好 共通的 你要知道 那PSD那是Adobe專屬的 那當然就是軟體裡面再說 這樣 所以你要跟人家交換的時候 就是以這些格式為主 我們做網頁也是以這些格式為主 這樣 OK了